你们大概感受一下把玩这大东西有多累吧 Hello大家好我是阿雄 今天我们来开箱这个 行星吞噬者盖拉图斯最早出场于神奇四侠48期 曼环目前不用科学上网也能找到 作为宇宙级别的神明 设定上来说按道理吞噬还是很厉害的 但实际上嘛 基本上成了伤害技朗单位 虽然说吞噬的盔甲会限制他的实力 但是整体被欺负的太惨了 当然作为出场次数最多 现技次数可能也是最多的神 还是把我在去年公布了这款众筹产品 让一众漫画粉以及体积控魔王玩家狂喜 我也是P点P点的整了一个 就跟随我的视频来看看这款 售价小3000高度80厘米的大家伙 到底做的怎么样吧 包装盒是真的又大又重 油费顺风大幅差不多90多元 打开包装盒我才发现他们还塞了一层盒子 就强行套娃呗 抬到这里的时候我倒还觉得 好像作为漫威系列年度产品 他们好像还挺上心的 这一次的盒子峰会我个人很喜欢 除了玩具的主角吞心 众筹解锁的隐隐霞 猩猩魔格也有西数登场 以后把峰会裁下来整个画框装着应该也不错 包装内包采用的泡沫加西素 有一说意这个价位 这个包装是跟隔壁某带学的吗 配件上还是熟悉的美系极简风格 替换头有一颗杜姆博士替换头 金属色发色很不错 就是眼神愣愣的 而且除了头其他还原动画的配件就都无了 其他配件就是吞心头上两根应该叫天线吧 两个替换脸 一个歪嘴一个骷髅 两个天线比较好装 会有固定卡点怼紧即可 重量上吞心来到了4公斤左右 平时当个哑铃渐渐身也是不错的选择哦 灯的话有两处需要安装电池 一处是在背部 掀开背上的盖板就能看到电池舱 盖板比较紧 建议是找个工具撬开 会要使用到两颗7号电池 装好按胸口的透明键就可以亮灯 同时背部也会同步亮起 因为帧率问题拍出来是闪烁 实物是逐渐变亮 貌似是没有其他灯效 持续时间差不多是三分钟 另一个电池舱就是在吞心的脑壳上 掀起吐气比较好取下 同样是螺丝固定 需要两颗7号电池 装好后按后脑勺的透明键进行点亮 循环是快速闪几下 然后明暗交替 一样是三分钟左右 灯效上还有个比较有意思的小设计 就是摁胸灯可以点亮头部 但是杜姆头就别指望亮灯了 这个家伙海之宝甚至不愿意多给一套灯组 虽然说海之宝这次的透明键都是磨砂面 并且部分有水纹 但是这个亮度确实是挺亮的 实物颜色会更深一点 灯效这么一亮吞心的威严感觉起来了 头料更换还是插拔实现 但不需要像6寸12寸那样大力出奇迹了 吞心头和杜姆头你们更喜欢哪个呢 虽然杜姆头涂装也不错 但是没有灯 而且整体上不如吞心来的霸气 我选吞心 吞心的面雕更换就纯到手抠了 因为软胶件所以还是比较好取 塞进去再怼紧即可 三款替换脸我最喜欢姿牙这款 表情够凶 整体涂装也还行 至于骷髅那个适合单独展示头的时候放上 体型上的吞心可以说做的是很还原了 毕竟海之宝这么多连大大小小也做过不少 配上这个超大的尺寸 震汗感还是十足的 接下来就看看他一些细节涂装吧 虽然说吞心这次涂装量上不如哨兵来得多 但是相比起哨兵大块涂装 还是保证这次还是尽量通过材质等方式做了些分色 只是嘛还是那句话 毕竟价格到这了是吧 金属色涂装主要集中在腿部小臂手掌还有头部 手部我觉得是涂得最一般的地方 身上的盔甲都是软胶 上面会有一些细节点缀 紫色衣服部分颗粒凸起细节有做到 裙脚上蓝色和深紫红色为涂装 但是这么大个还能涂出界我是没想到的 腿部胳膊整体上我觉得还行 涂装上也没少槽点 细节做工上马 这块吞心处理的甚至不如他们家六寸 一漆胶水痕大水口 仔细看看会发现有一些 我个人这只除了涂上几处 就只有前勋奖那蹭漆了 虽然我不太挑剔 但是多少有点影响体验了 简单看过可动 这次关节要比之前哨兵紧实很多 紧到掰不动的那种 所以这段就简单过一下了 啊 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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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炖 啦 按摩 讲完了突然心来简单看看三款使者 LOVA这个金色还是跟官图差别有点大的 水纹比较明显 火焰头发做的还行 素体就是标准的女性素体 关节手感偏紧 还额外给了一对握持手和握拳手 比较有特点的就是这个地台了 涂装要比头发来的好点 有专门预留位置可以把脚卡进去 卡紧之后还是比较稳当的 这个特效件可以卡在吞心手上 后面再展示 下一款就是隐隐霞 水纹对比NOVA会好一点 但不代表它没有 素体用的是蜘蛛侠那种 关节上比较软 有蝴蝶关节凹造型上当然是更香一点 手型给了一对劈掌手 一对五指张开手 还有标志性的滑板 一个手部特效件 重浪特效件可以装在滑板上 但是感觉插把久了会掉漆 下面有个关节可以调整角度 最后就是摩格 其实这款表情我觉得做的很赞 就是这一身皮肤多少有点让我密恐犯了 素体手感还行 作为众筹解锁白送的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特效件卡在手上随和也没个说明书 看官方开箱跟着学了一下 总觉得会蹭掉漆面 并且卡的不太稳 还不如给个实底老老实实的站在桌上 到此为止这款吞星就算是展示完了 你们觉得这款怎么样呢 视频开头我说了觉得孩子宝还挺上心的 完了一圈睡醒了 醒完就得上头进过去了 再来看一下这款吞星 我觉得孩子宝做的还不够 首先我个人觉得从体积重量手感上来说 这款是值的 并且这一次超紧的关节 使得吞出在战力性上还算不错 再一个就是这种大大大尺寸的产品 还算是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如果是体积控和漫威迷 这款还是值得考虑一下的 涂装方面因为角色造型上不像哨兵 能用上大块金属涂装 加上吞星的软胶盔甲 第一眼看上去会觉得涂装少了 其实仔细看孩子宝不找地方还是做了分色的 只是这种美系厂的传统涂的并不太细腻 我个人觉得食物还行 大家接受程度不同就不好说了 对我来说不足的地方就是 配件上相比哨兵那真的就是太少了 并且灯效也就一种 这方面的缩水我不太理解 最后就是他们这个粗犷的做工 还有包装方式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做的还行 还请一键三连加关注 我是阿雄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